大家好 每天介绍一个国家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国家是范蒂冈 范蒂冈一个国土面积级 0.44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国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事实上 它仅相当于两个北京鸟巢体育馆那么大 是全球面积最小的主权国家 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 仅618人 朋友们 你敢信 就这样一个小国 它竟然是一个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惊不惊喜亦不意外 范蒂冈虽然既无工农业 也无自然资源 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是范蒂冈的外汇黄金储备 近高达100多亿美元 其出版事业 每年发行的数百万套 邮票等都也为它带来了巨大收入 此外 范蒂冈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旅游 邮票 不动产出租 特别财产款项的银行利息 范蒂冈银行盈利盒 向教宗赠送的贡款 以及教徒的捐款等 下面小编将分段介绍范蒂冈的情况 一 范蒂冈的简介 范蒂冈 全称范蒂冈城国 是全球面积最小的主权国家 仅有0.44平方公里 截至2023年1月 范蒂冈常住人口为618人 以意大利人为主 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形气候 官方语言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 信奉天主教 首都是范蒂冈城 The Vatican City 此外 因为范蒂冈四面都与意大利接壤 顾佑称国中国 范蒂冈的北部是博物馆和网球场 东北部是邮局和范蒂冈宪兵的军营 东南部是圣彼得大教堂 以及圣彼得广场 南部是教皇的会客厅 法院 西部是广播电台和老公园 范蒂冈是政教合一国家 教皇是范蒂冈的首脑 及最高立法 行政 司法权于一身 教皇自称使徒伯多禄的继承人 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同时 他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 以教皇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 也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 因此 范蒂冈城会经常出现 在一些西方驱魔的电影里 二 聊聊范蒂冈的历史严格 公元一世纪 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传播 教皇作为基督教的精神领袖逐渐崛起 公元313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赤里 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 公元756年 教皇斯德旺二世与法兰克国王签订捐赠数 将罗马和周边地区赠予教皇 并宣布范蒂冈为教皇的领土 公元1929年 意大利政府和教廷签订拉特朗条约 承认范蒂冈为独立国家 结束了长达60年的教皇囚禁时期 今天 范蒂冈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国家 他在教会内部有着重要的地位 也是世界各国与天主教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 三 范蒂冈的世界名人和历史关键人物 一 教皇方济各 他是现任教皇 于2013年3月13日当选 他是第一个来自南美洲的教皇 也是第一个选择方济各这个教明的教皇 他的主题是关注弱势群体 促进和平 保护环境和推动改革 二 李开朗基罗 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艺术家和建筑师 他的作品包括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 范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壁画等 三 伦伯朗 他是明荷兰的画像 他的作品圣家与圣安妮 被认为是范蒂冈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四 伽利略 他是一名意大利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他的发现和研究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五 罗马教黄梁十三世 他在二十世纪初期领导了重要的改革运动 包括促进天主教会的社会教导 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等 六 圣女贞德 法国的农民女孩 他宣称听到天使的声音和指令 领导了法国的反英战争 最终被认为是天主教的圣人之一 四 范蒂冈有哪些人文特色和国家特产呢 一 范蒂冈的建筑和艺术品 是其最重要的人文特色之一 范蒂冈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和文物 包括古代文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 雕塑 绘画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斯廷 教堂的壁画和圣彼得大教堂 二 范蒂冈的宗教文化也是其人文特色之一 范蒂冈是天主教的总部所在地 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天主教徒 前来朝圣和参加宗教仪式 三 范蒂冈的国家特产包括红酒 橄榄油 蜂蜜和巧克力等 这些特产都是由范蒂冈自己的庄园和工厂生产的 品质和口感都非常好 四 范蒂冈还有一些特色商品 如教皇邮票 教皇徽章 教皇纪念品等 这些商品通常只能在范蒂冈内购买 是游客们的心头号 总的来说 范蒂冈拥有丰富 人文特色和国家特产 其建筑和艺术品是世界文明的 而宗教文化也是范蒂冈的重要特色之一 五 范蒂冈的历史 经济 军事趣事 一 范蒂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其财富主要来自于教会的资产 和博物馆的门票收入 范蒂冈的财富估计高达200亿美元 二 范蒂冈的邮局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可以使用教皇邮票的邮局 这些邮票通常都是收藏家们的心头号 三 范蒂冈的货币是欧元 但是范蒂冈也发行过自己的货币 包括金币 银币和纪念币等 这些货币通常被收藏家们视为真品 四 范蒂冈的税收很低 甚至可以说是零税收 这是因为范蒂冈是一个教会国家 其收入主要来自于教会资产和博物馆门票等 五 范蒂冈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博物馆之一 每年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 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是范蒂冈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六 意大利不吞并范蒂冈的真实原因 一 范蒂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范蒂冈虽然面积不大 但它是天主教的信仰中心 目前全球约有13亿天主教徒 分布在各个大州 意大利若直接吞并范蒂冈 势必会遭致很多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反对 二 意大利可以利用范蒂冈的影响力 这么说 有一点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 范蒂冈是一种无形的资源 让意大利再文化 宗教等领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三 范蒂冈可以促进意大利经济 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根据统计 范蒂冈每年要 接待超过500万人次的游客 这些世界各地的游客要来范蒂冈 必须先入境意大利 七 说一说范蒂冈的奇闻句是 范蒂冈是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官方居住地 是一个缩小版的罗马市中心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范蒂冈城国中 范蒂冈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有自己的政府 军队 警察等机构 并且是西方政治 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 以下是一些关于范蒂冈的奇闻趣事 一 范蒂冈只有一个教堂 范蒂冈城国只有一个教堂 那就是范蒂冈教堂 这座教堂是天主教的中心之一 是世界上最小 最简单的教堂之一 只有一个教廷和几个简单的建筑物组成 二 范蒂冈没有公民 范蒂冈城国的人口 是教廷和教堂的人员 范蒂冈教堂每天都有数百名 教师和信徒参加宗教活动 因此 范蒂冈城国没有真正的公民 只是一个机构 三 范蒂冈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尽管范蒂冈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由于它只有一个教堂和一个少量人员的存在 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范蒂冈城国经常被认为是政治庇护中心 为全球领导人 政治犯 企业家等提供庇护 四 范蒂冈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遗产 范蒂冈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遗产之一 包括罗马古迹 圣彼得大教堂 西斯廷教堂等 这些古迹和艺术品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也成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五 天主教是范蒂冈的最大贡献者 范蒂冈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他对全球天主教的贡献非常大 范蒂冈城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天主教牧师和神父 并且支持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 六 范蒂冈有着神秘的传说 范蒂冈城国有许多神秘的传说 如他拥有自己的神 灵魂 智慧等 但这些传说并没有得到证实 只是一个猜测 最后 范蒂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他的神秘 神圣 小型化以及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 使其成为了许多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遗产 范蒂冈是政教合一国家 教皇是范蒂冈的首脑 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同时 范蒂冈也是天主教的总部所在地 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天主教徒 前来朝圣和参加宗教仪式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罗 拜拜